史丹麗算奶台嗎? 當然算啊 我也是奶台啊 怎麼樣?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當奶台 有勾可以嗎? 是不是又想八卦 還好 有加抖內 有加抖內 這麼長 不跟你講 你還不知道啊 可是其實 實況最近幾天是還不錯啦 可是說實在就 杯水車薪啊 活著那麼累 訂閱抽很多 對 不過我覺得訂閱的 互動效果我覺得還是很好啊 所以我其實還是蠻 蠻傾向訂閱 因為說實在我覺得 我覺得抖內 在台灣要想要靠實況的抖內存活是不大可能的 你就先訂閱吧 就抖訂閱吧 我覺得 我們買魚吧 我們買魚 史丹麗算奶台嗎? 當然算啊 我也是奶台啊 怎麼樣?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當奶台 怎麼樣?你也想要當奶台嗎? 這就不鎖吧 我們有三條魚欸 靠斗內賺蠻多 你要想他們如果靠斗內賺很多的話 那他們想必有辦法可以賺更多 至少我覺得這個規則在台灣是絕對成立的 呵呵 至少在我常年的觀察下 就我覺得 想要笑想像國外那樣高的抖內風氣是不可能的 國外實況主的訂閱量 訂閱量是有可能超過觀看人數的 對 我們拿個4-4吧 在台灣我覺得YouTube有一點 呃...已經不是像以前那麼好做了 現在已經很難做了 就還是可以 還是可能有辦法進來 可是你真的要很特別之類的 或是很知道到底要怎麼操作 我 哇這被攻龍好像救了我們一條命欸 這只吃到一次buff而已 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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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要很特別 對啊 這張是好牌吧 這張是好牌吧 好啦我們來使用我們的英雄能力 再次使用英雄能力 好啦我知道不是最強的啦不要一直講啦 呵呵呵 呵呵 靠北喔 這不是最強的 呵呵呵 這要餅嗎 好像改餅欸 我們是醜醜魚 0.3% 老師 他有一張怪怪的東西 我們可以請他那個裁判來一下嗎 我覺得他作弊 呵呵呵 看這三小 他這樣不會吃雞欸 他這樣蠻有可能吃雞的 看這也太痛了吧 好 有夠激烈 你們這裡會賣獵草喔 真假 哇 這樣還是11滴欸 你要不要升級啊 我強力建議你升級 他感覺沒有很想升級 哇 他升了 這張太強了 你招呼的部隊 看起來很厲害喔 有救 媽 OK 銅鬚死了 還行還行 雖然我們有55%會贏 可是我們還是27.4%輸了 7滴 喔 打死人 欸 好貪喔 呵呵呵 好貪 天靈靈 地靈靈 給我我想要的那張 幹 美克斯娜好不好 我們還有兩個三合一的機會 其實應該算還不錯 有勾可以嗎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感謝 V3 謝謝你的一千筆子感感 謝謝你 呵呵呵 等一下 我們有打贏他 我沒有打贏他 qué 哈哈哈 嚇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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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大恐龍,Shit 其實我們搞不好下輪可以升級 然後找金蛇之類的 喔,這也是一條邊緣的蛇 感謝你邊緣的蛇 勝利 前五打第一 在玩龍喔 終於 Steven 增加雲 雙血 有殺曬 神人 ,小王 有毒還是蠻有幫助的 魚人阿魯魯魯魯 是這樣嗎 哈哈 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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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老不愛隊友好像只想找三合一 大空! OK 大嬌有時候還是有用 幹勒 這個世界唯在旦夕 幹勒 幹勒 應該贏了吧 還是還沒啊 好像贏了 沒有欸 差一滴 還沒贏 這有三合一欸 我沒注意到 幹 加油啊 兄弟 加油啊 兄弟 恐龍 喔 鱷魚 搞不好我應該拿 喔恐龍 神斷 喔謝謝 好辛苦喔 好辛苦喔 又有一個恐龍 這應該只有一局了 最後一場了 百分之百勝利 神戰 打成功 呵呵呵 醜醜於逆襲金字塔 他幹嘛玩龍啊 我其實搞不 有點搞不懂他為什麼要玩龍 老師 他有一張怪怪的東西 這張牌怪怪的 我們可以 請他那個 裁判來一下嗎 我覺得他作弊 呵呵